2012年12月9日 《2012荣耀盼望》第148篇的主日信息 由华穆斯引述希拉瑞坦马来克提倡以看太阳为食物的方法 简称看太阳 就是按正确步骤在日出后一小时 或者日落前一小时观看太阳 让人的从果体对DNA产生变化 使身体从看太阳获得生活所需的能源 马来克发现看太阳能使人长寿 而且他的副产品甚至可以使人因着看太阳从而无需进食 由于持续练习看太阳 是由开始每日10秒 而增至每日44分钟 所需时间最少长达9个月以上 期间天气都可能出现有种种极不理想的转变 例如持续一个星期以上 太阳都被口云 雨云或者龙霧完全遮蔽 出现长时间持续阴天气 按照看太阳练习的指示 超过一个星期以上没看太阳 就需要退回三个星期之前 即将现有的练习进度减去大约4分钟 其实应对的方法就是进行维持进度行动 所谓Keep Level行动 这个行动并不代表可以继续升级进入下一个10秒 目的只是避免自己降级 而要退回三个星期前的时间 维持进度的基本原则 进行维持进度行动 2.尺触站在泥地上 让双脚和脚趾能够保持与地面接触 3.双眼需要形视太阳方向 或者是天上的光云 因为看太阳练习 需要藉着观看太阳的光线 让人的从果体对DNA产生变化 所以在维持进度行动里面 虽然天上是极度阴暗 基本上看不到太阳 但是双眼都尽可能形视太阳方向 或者是天上较光明的光云 4.在维持进度行动里面 是需要形视该进行 已停顿左的进度时间 例如之前已完成7分40秒的看太阳 于是就可以升级至下一个10秒 所以在维持进度行动里面 应该一直进行7分50秒的时间 直至天气终于转程 就可以在顺利看到太阳的时候 去完成7分50秒的时间 然后每天若然是晴天可观日的话 就可以升级至下一个10秒的程序 即是达至8分钟 直至达至每天看太阳44分钟 5.只要在看太阳练习过程里面 不会超过连续7天没有看太阳 或者进行维持进度行动 这个就可以一直维持刚停顿左的时间进度 不需要退回三个星期之前的时间 所以当实际操作的时候 例如当原定计划 当日出或日落是看太阳 但是现场遇上阴天的环境 在离开看太阳地点之前 在紫外线指数 在安全UV1.0以下的指标的情况下 应该照样进行维持进度的练习 赤足站在泥地上 继续向着太阳方向 仍是该要进行的时间 只要在看太阳练习过程里面 能够连续不超过7天 让双脚赤足接触地面 及双眼仍是光线或者光云 这个就不需要退回三个星期之前的时间了 例子2 当天气持续恶化 根本完全看不到太阳 或者是持续出现一段相当长的阴天天气 这样就可以在每7天之内 最少有一至两天 在日间天气较为好转的时候 赤足站在沙地上 或者泥地上步行一段时间 在紫外线指数 在安全UV1.0以下 观看户外的光线或者光云 这样就可以维持进度 不需要降级了 感谢观看